玛丽萧是个著名的富裕演员 自从有个小男孩揭穿他后 玛丽萧的名声开始下滑 没过多久小男孩就消失了 镇上的人觉得是玛丽萧搞的鬼 于是就冲进他的房间将他杀害了 但从此以后 杀害玛丽萧的人接连死亡 尸体全部被割掉舌头 之后在镇子里 再没人敢提玛丽萧的名字 小帅为了搞清楚情况 去了玛丽萧所在的剧院 此时的剧院早已破败不堪 小帅来到玛丽萧的房间 在箱子里找到了玛丽萧的笔记 发现里面都是 关于如何制作玩偶的细节 上面还贴了一张完美玩偶的纸条 就在这时 小帅感觉背后有一丝凉意 他看向镜子 突然出现一个白发老人 他急忙回头 老人却消失不见 小帅背后发凉 急忙离开剧院 这时亨利的妻子 好像在和人争论什么 亨利走过来一看 正是那个玩偶 他急忙把玩偶拿了出去 说要把它埋回原处 就在他拿起铁锹的时候 妻子的声音从仓库传来 亨利疑惑地上前查看 身后的门却自动关上 无论怎么拍打都不能打开 这时身后传来奇怪的响声 他回头看去 一只漆黑的手掌趴在柱子上 亨利惊恐地向后退去 突然 玛丽萧出现在他面前 亨利吓得惊声大叫 随后 玛丽萧给亨利发了盒饭 小帅回到家后 父亲告诉他 曾经揭穿玛丽萧的男孩 就是自己的叔叔 从小父亲逼走他 其实是对他的一种保护 小帅不相信这些是真的 他要打破这样的诅咒 可是刚出门就遇到了探长胡子哥 他说 玛丽萧坟墓的木偶全部消失了 怀疑是小帅想要制造灵异现象 就在两人吵得不可开交时 金姐走了进来 说亨利打来了电话 他可以证明 小帅不是杀妻凶手 并在剧院等小帅 小帅听说 有人要为自己作证 必把推开胡子书 直接赶往了剧院 胡子哥见此情况也跟了上来 小帅拿着灯笼来到剧院 寻着亨利的声音找了过去 亨利没找到 却遇到了拿着猎枪的胡子哥 两人再度陷入僵持 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亨利的声音 他们俩穿过走廊 来到曾经的舞台上 胡子哥捡起一个玩偶 随手向后一扔 木布掉了下来 里面有上百个玩偶 小帅在舞台的中央 发现一块红布盖着什么东西 掀开一看竟然是 失踪了七十年之久的男孩 如今 他已经被做成了一个人形玩偶 就在这时 所有的玩偶 开始向同一方向望去 一个小丑模样的玩偶 正坐在椅子上 不停地摇晃 小帅鼓起勇气 疑惑地叫了声玛丽霄 小丑玩偶说你很聪明 小帅愤怒地问他 为什么要杀害自己的妻子 玛丽霄说 让他走近点就告诉他 当小帅走过去时 小丑玩偶伸出五米长的舌头 舔了舔小帅的脸颊 胡子哥见状给了玩偶一枪 随后 玛丽霄开始 附身在其他玩偶身上 小帅反应及时 拿起灯笼烧掉了整个柜台 两人慌忙逃窜 他们来到一个升降台上 胡子哥不小心掉了下去 玛丽霄趁机抓住他 拔掉了他的舌头 等小帅快爬上来时 玛丽霄又出现在他面前 由于惊吓小帅掉了下去 他紧紧地捂住自己的嘴巴 掉入了水中 他急忙憋气游回岸边 身后的剧院被烈火吞噬 他来到车上 想起还有最后一个玩偶没有毁掉 他急忙来到亨利家里 却发现亨利的妻子 抱着亨利的尸体默默地抽气着 他告诉小帅玩偶 被他爸爸拿走了 小帅意识到 玛丽霄要对父亲下手了 他急忙回到家中 小心地推开房门 发现椅子上有一块白布 他走上前掀开白布 里面的正是那个玩偶比例 就在这时 玛丽霄突然出现 在慌乱中小帅拿起玩偶扔向了火堆 玛丽霄痛苦地飞了出去 在漆黑的房间中 小帅看到了自己的父亲 他缓缓地走上前 看到了可怕的一幕 父亲的背后早已经被掏空 一根木根架在脊椎上 此时小帅回想起一切 原来之前自己见到父亲时 金姐的喉咙一直在动 他回想起之前看到的 玛丽霄的笔记 翻看写有完美玩偶的背面 正是金姐 小帅彻底崩溃 就在这时 金姐突然出现在她的身后 小帅被吓得惊声大叫 玛丽霄迎面而上 家人全部被做成了玩偶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遇见这种情况 一定要戴好口罩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到这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次见